Hello,大家好,我是李天 在讲了穿越机两栖的理论之时后 这次飞手百科终于带大家来到了户外 今天来带大家从零认识穿越机的打杆 以及两种飞行模式 从零到一学影像 欢迎全网搜索黑 drones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着你哦 这是几个常见的穿越机遥控器 每款遥控器的造型都有所不同 每个遥控器都包含开关 天线,两根摇杆以及上方的几个拨杆 我们在飞行中要用到的主要是这两根摇杆 以及其中的一到三个拨杆 拨杆一般要自己设置 像我把这根拨杆设置为了油门解锁 这两档分别对应两种飞行模式 这个拨杆我设置了BB箱 用来找飞机 遥控器主要分为美国手和日本手 美国手的遥控器左侧摇杆不回中 日本手相反 相对来说美国手更常见 飞手百科中我们就以美国手为例来讲解 这两根摇杆其实包括四个杆量 分别是俯仰、横滚、航向和油门 对于新手来说 最难理解和控制的一般都是油门 我们先来着重讲讲它 左侧摇杆的上下就是油门杆 玩过航拍机的人都知道 航拍无人机的油门摇杆是回中的 向上推飞机就上升 向下拉飞机就下降 其实这是飞控帮你简化后的结果 穿越机的油门比较原始 可以理解成汽车的油门 踩得越重 油门就越大 在起飞前 要把油门杆按在最下方 然后拨动拨杆解锁 螺旋桨会开始怠速旋转 这时穿越机并不会起飞 这相当于汽车点着火以后发动机的怠速 然后缓缓推油门杆 螺旋桨转速变高 就会飞离地面了 穿越机油门杆越高 电机螺旋桨的转速就越快 那是不是和航拍机一样 油门杆控制的是飞机的垂直高度呢 那样说可不是全对哦 如果穿越机是水平的 当然是上推油门杆 穿越机就上升高度 但实际中 穿越机大多数时候 都处于向前飞的状态 因此螺旋桨产生的升力 除了垂直方向上的升降 还有一个分力用来向前飞行 飞机前倾的角度越大 螺旋桨就会给前进的方向 分更多的力 比如画面中的这两种情况 一 低油门加小轻角 二 高油门加大轻角 在这两种打杆情况下 穿越机都会向前水平飞行 但这时油门杆就控制了穿越机的速度 理解了油门杆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右摇杆的前后是浮阳杆 对应穿越机的前后飞行 当向前推浮阳杆时 穿越机前倾并向前飞 右摇杆的左右是横滚杆 对应穿越机的左右飞行 向右打杆时 穿越机会向右倾斜 并向右飞 左摇杆的左右是航向杆 对应穿越机的自旋 向左打杆 穿越机逆时针旋转 向右打杆 穿越机顺时针旋转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航拍无人机一般是单一方向打杆的 只有环绕 俯冲等比较高阶的飞行 才会同时运用两个杆量 但穿越机的飞行中 每刻都会用到多个杆量 各杆量之间是相互叠加 互相影响的 比如这段直飞就同时用到了三个杆量 首先用油门和抚扬杆 同时控制了前倾角度和飞行速度 再用横滚杆在飞机稍有不值的情况下进行修正 关于在飞行中的各种打杆 我会分情况 在后期为大家详解 再来说说飞行模式 穿越机的飞行模式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自稳模式 Angle Mode 还有手动模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rco Mode 自稳模式下 摇杆控制的是机身的角度 但是在手动模式下 摇杆控制的是飞机整体的角速度 这个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大家可以在真实飞行中 自己感受两种飞行模式之间的区别 对我们飞手来说 更重要的是 自稳模式下 穿越机是有姿态限制的 也就是说 向前推满杆情况下 飞机只会最快速度向前飞 前倾角度不会超过极限 推完杆后松手 飞机会自动回到水平状态 手动模式没有姿态限位 推杆过猛的话 飞机就会翻过来 飞筋斗等动作都需要飞机能翻过来 所以只有手动模式才能飞出特技动作 停止打杆后 飞机会维持刚才的倾角 不会自动回中 所以这对新手来说并不友好 很容易还没起飞就翻跟斗 而且飞行中一旦打错方向 飞机就很容易炸击 所以新手还是先用自稳模式练习飞行 等你掌握基本原理熟练飞行后 你就可以抛弃自稳模式 去使用手动模式飞行了 好了以上就是飞手百科第三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哦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